咖啡要真 从我们做频道开始到现在 我们一共做过五期咖啡豆的测评 两期速溶咖啡的测评 以及两期挂儿咖啡的测评 那我们给到很多观众一起建议 但我发现所有的这些测评都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时效性非常差 做了没多久 咖啡豆要么下价了 要么涨价了 甚至有可能电黄了 那很多人就跑过来留言说 牛老师你骗人 你的这个价格我根本买不到 我也是很无语 所以我终于误了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那我直接教给大家方法 方法你学会了之后 就可以灵活的运用 自己也掌握了一个生活小技巧 所以这是一期咖啡豆的选购的方法的教程 我先模仿一下我们平时买咖啡豆的情景 当你打开淘宝 看到各种各样的咖啡豆品牌 各种口味 产地 烘焙度 眼花缭乱 那这种感觉就好像是男生陪着女朋友去选口红 各种品牌 各种色号 各种口味 瞬间懵逼 那今天我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叫大家买咖啡时候的小技巧 其实每个人喜欢的喝的咖啡的味道 调性都不一样 因为毕竟是饮料嘛 那就好像茶 有的人喜欢红茶 有的人喜欢绿茶 那有的人呢 喜欢奶茶 那咖啡也是一样 那我只能说重口难调 所以呢我们就要先从咖啡豆的拼配和产地来说起 买到这之前首先要看自己在家做咖啡的时候啊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是用咖啡机的这种高压萃取 还是用低滤机 或者是手冲的这种长压的萃取 那如果你在家用的是半自动的咖啡机 或者是全自动的咖啡机 那这些呢都是以高压的方式来制作咖啡的 那我推荐是用拼配的咖啡豆 因为 通常拼配的咖啡豆呢 那烘焙箱呢 会把不同的产地和不同的烘焙度的咖啡豆 那按照比例混合在一起 那达到一个酸苦平衡的这样的一个口感的咖啡 那做成浓缩咖啡之后呢 它再加水 再加牛奶 喝起来就很顺口 如果你用一时期来做单品咖啡豆的话 那你就能喝出来那种不平衡的味道被放大 那有可能会贼酸或者是贼苦 那拼配的咖啡豆呢 通常会有一种基本豆作为主要的基底 然后呢 会再加上另外的两到三种 别的产地的咖啡豆来调和整个咖啡的口感 你可能会看到卖家标注 坚果巧克力 奶油巧克力风味 那这些看看就好 你只用问是偏酸还是偏苦 或者是 你喜欢苦的咖啡 那就尽量避开浅烘焙的非洲产地的咖啡豆 或者是高海拔的咖啡豆作为基底的配配 那尽量用深烘焙的亚洲产区 或者是南美洲产区 为基底的咖啡豆 另外你如果是用手冲咖啡 或者是低滤机这种长压的制作方式的话呢 建议用单一产地的咖啡豆 通常这种类型的咖啡豆 烘焙度都不会太深 因为第一 太深的话 原本的咖啡味道会被覆盖掉 那另外呢 烘太深 咖啡豆就拖太多水 那豆子就会变轻 那成本就会变高 所以你们看到不少的单饼咖啡豆 那烘焙通常会浅一些 那另外不少商家 单饼咖啡豆描述的各种风味 都没听过的这些词 那这些基本都是参考西方的咖啡风味轮的标准 所以别太在意那些风味 因为你根本合不出来 可能他们自己也合不出来 西方的那套风味轮标准搬过来 一是水度不服 二是风味识别需要训练 那但是呢 不少烘焙商为了营销也好 宣传也好 还是在这么做 那作为一个喝咖啡的消费者 选择单饼咖啡的时候 首先问偏酸还是偏苦 干净度平衡感怎么样 那处理法是日晒的还是水洗的 那这几个标准 远比那些风味的描述要重要的多 我们拿下边的几个大产区域来举例 那首先非洲 埃萨格比亚 肯尼亚 罗旺达 这几个呢 是非洲产量比较大的几个产区 那种植咖啡的历史都比较久 那由于地处热带 种咖啡的海拔 基本上都在1500米以上 那有的地方呢 甚至到了2000米 所以非洲这些国家的咖啡豆 不管是水洗处理 还是日晒处理 都是酸的一匹 而且基本上不会烘焙的太深 那它来体现这个咖啡豆本身的味道 那接下来说说拉丁美洲 像哥伦比亚 墨西哥 巴拿马 巴西 威地马拉 那拉丁美洲再细分一下产区的话 它又分为中美和南美 像威地马拉 巴拿马 墨西哥 哥斯达利加 亚马加 这些都属于中美洲产区 那有代表性的就属巴拿马 那当然还有之前名气很高的亚马加蓝山 虽然名气现在已经被巴拿马的龟价给抢了风头 那中美洲地区的咖啡的品质啊一直是独树一致 接着地图往下 那挨着巴拿马的就是哥伦比亚 那从产量和品质上来说都是很高的 那咖啡产业的哥伦比亚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那地图再往下就不得不说巴西老大哥 那咖啡豆出口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一 那咖啡的工业化也极为发达 只要你在能见得到咖啡的地方 你都会看到巴西的咖啡 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亚种产区 那产量大的就是印尼 印度 越南 那首先印度和越南的豆子 大家基本上在市面上见不到什么信息 因为大部分被做成素容咖啡了 那印尼的豆子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麦德宁 那有人喜欢那种独特的这种草药或者是木制的味道 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 那另外像云南 我们去年去过一次 产量不大 那质量呢 之前比较拉胯 那基本上都做素容了 那近几年呢 整个咖啡产业的上下游都在提升 而且呢有想要翻身的趣事 那特别是在国内 不少咖啡店 还有电商品牌 都会有单独的云南咖啡买 数种呢也在慢慢变多 那整个亚洲产区的咖啡豆 相对于南美和非洲 那势头还是比较弱的 那当然有一些我没提到的地方 不代表咖啡不行啊 那我只是选了一些 有代表性的咖啡产区来讲 首先我说说我自己的想法 有国产的咖啡豆 有进口的咖啡豆 那国产豆呢 是指在国内烘焙 那进口豆呢 是指在国外烘焙 那在进口到国内 那咖啡豆品牌极多 那多到眼花缭乱 你根本看不过来 那单单国内的 都不会低于几百个品牌 那更不要说进口的品牌 那因为咖啡豆的烘焙啊 它的门槛比较低 而且从技术的角度来说 相比塑融咖啡 那罐装咖啡 或者是可乐饮料啊 要低得多 那我把咖啡豆的品牌啊 分成小烘焙商和大烘焙商 那这样比较好区分一些 那小烘焙商的豆子 它的优势就是 那新鲜度上会好一些 那但是呢 烘焙不稳定 你每次喝到的味道 可能都不一样 那适合那种喜欢尝鲜的人 那而且小烘焙商 每次采购到的生豆也有限 那每一批都不太一样 甚至他们自己 也有可能被生豆商给忽悠了 所以呢 买小烘焙商的豆子呢 你觉得 哇 这一次好惊艳 可能下次味道就完全变了 有没有小伙伴踩过这种雷 那另外呢 像大的烘焙商 像伊利 老挖子 这些老牌的意大利品牌 受到进口食品的物流 以及通关因素的影响 那他们的新鲜度差一些 但是呢 稳定度极高 你在五年前买到了一个豆子 和五年后再买同一个豆子 他们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所以啊 像意大利的这些大牌的厂商 那他们在咖啡的味道的品控上 做得非常好 那因为像欧洲人 他们喝咖啡的历史比较久 他们已经有了一个 自己固定喜欢的咖啡的味道 所以啊 咖啡品牌就会固定下来一些配方 那一直按照这个味道来做 不会改变 那就比如 你喝习惯了可口可乐的 你再去喝百事 总觉得拿不太对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那个味道了 那国内喝咖啡的群体啊 接触的时间太短 其实还没有一个自己习惯的固定口味 所以啊 烘焙商的豆子的配方也经常改变 当你选豆子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这些基本的因素 按照我说的这些方法 自己灵活贯通的去做选择 那就会慢慢的找到一个 自己习惯的咖啡的味道 那讲了这么多希望大家对怎么样选咖啡豆会有所了解 那大家可以根据我上边提到的这几个方面 那肯定啊会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咖啡豆 那这一节目就到这里 Coffice is not serious by bwd6 Cheers